最貴的 還有一個是一百七 命理師江博樂指著照片 直呼吃得好心痛 曝光近日在連鎖便當店買的便當 拿到的配菜是炒洋蔥 高麗菜玉米一片南瓜等 本來滿心期待的主菜雞腿 只有棒棒腿 卻不包含整塊腿牌 正常劑子它這麼大 它那個只有一半 小小一片 根本連塞藥縫都不夠 心情有點沮喪 他是說可能他們人員拿錯了 雙方是否誤會一場拿錯便當 人有待釐清 但物價高漲壓力 對外食族來說很有感 實際走訪其他便當店 物價狂飆 便當店裡頭的限量 乳蛋已經被一掃而空 不只雞蛋限量 雞肉也限量 而且每隻雞腿在過年期間 已經漲到六十塊錢 現在每隻來到六十五元 雞肉豬肉蛋價什麼一些什麼東西都漲得都很高 所以大家也都很難做 沒有很有利潤的東西 你也沒有必要賣太多 豬肉去年起就從每公斤七十三元 漲到八十三元 現在依舊居高不下 不過主計總處公布二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趨緩 民生物資以番茄漲最凶 達百分之三十七點九二 雞蛋漲百分之十一 若電價調漲是否帶動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上修 主計長朱澤民坦言有可能 想餵飽肚子恐怕得付出更多的金錢代價 三粒新聞要超成立文科台北報導